師傅,我朋友買車了嘛 他是比較有信仰的 他就說,我新車落地 朋友之間請我們吃的那頓飯已經吃了 對,但他說他那車他想開光以後就保護 一路平安,這樣子 不是,車哦,車不是用開光的 車只能,你看他買的是新車 是二手車,他處理的不一樣 是,那首先你不管新車,舊車 你就把裡面都要淨化 是,是,是 就用淨,有人用淨湖水,用什麼的 還有,你又掛個平安符 然後開這個車,出路可以平安 對,不是開光,開光你 開光是什麼概念,開光 開光,正常人,包括我自己以前 美營車之前,以前我經常出差 要走山路,走高速 然後,開著那,開著那條路 很奇怪,開到半路就很困 真的,然後那,因為我以前開通宵夜車 夜車比較多 因為,半晚吃了,就很忙 看,每次去那條路就很困這樣子 有一次呢,好像也是七月份 我就看到兩,馬路兩邊都是山路嘛 兩邊就很多那些 對啊,我怎麼出來,你看我表情 這樣子走的 頭低下來,走走這樣子的 以後開到半路的時候,瞬間 我現在一撿就來了,你看 毛細孔,全部都是這樣子的 這樣豎起來的 鏡頭看不見 全是豎鹹,雞皮就起來的 對 所以搞了一下 對,一樣要先進化,進服 再來用平安服 以後開車,一切平安這樣子 保護一切平安 對 車子不是開光的啦 他們有些請什麼法寶嗎 一掛嗎 這樣子的嗎 在請什麼法寶也都是 避邪 避邪,對 不要被鬼擋槍 對,鬼擋槍 對